另外有一宗开心事 哇 这个真是很厉害 铜锣湾变了姜桃湾 真是很厉害 哎呀 我忘了准备这个画面给大家 姜桃画面 这件事很厉害 慢慢来 很闪瘦 也有两个月了 不止 是 回来了 你不止 我们两个就两个月 在Facebook数197天 最少200天 对啊 对啊 刚刚前日4月30日 香港从此多过节日 姜丹 姜丹 而铜锣湾也正式改为姜桃湾 刚刚在40日就是她的23岁生日 4月30日 我听说什么 4月30日 你怎么这么奇怪 4月30日 对啊 我说错又奇怪 你们听到又更奇怪 真的有趣了 就是这样 那这个 这个 那结果歌物呢 他们的歌迷会 歌迷会 就包了 一天的电车 大家就免费任答了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在金白利的那个 螢幕那里就有这个 姜桃的画面 是 就会彈出来的 其实他们的粉丝 有多有钱 我想知道 包一天的电车要多少钱 我想八多万 我想不用 你两元一个人 你两元一个人 你怎么能够一百万 那包一定是贵的 还有车身广告 也是要有他那些 不会啊 电车的车身广告 全部电车都变成姜桃那些 不是 不过全部那些 入钱机就有姜桃的样子 是啊 是啊 哎呀我发觉 有没有出去答 不是啊 没有啊 卡布有没有 卡布不是姜桃 我听过 我听过我老婆说 你老婆出去答 不是不是不是 我老婆都喜欢Anson Lo 带了个儿子出去答 我老婆喜欢Anson Lo 他跟我提过 其实在网上 那里面呢 有很多的WhatsApp group 他就是有很多这些 应援group 很多的应援group 有些呢 有些呢 他是 你不是跟你说 你喜欢你就可以入的 嗯 你要付钱 他又不是要收你的钱 嗯 但是他知道 他要你答很多个问题 要认证 要认证 因为呢 因为他就说 这些group呢 不是说 一个人不是说 我说要开个这样的group 就能开到的 因为他这些是 我有这个group 而这个group Anson Lo是知道的 嗯 直接去到这一个的关系 很快这些group就没有了 因为他现在的新公司 会搞一个 Fan Cup 是 那不同 不 又好像一样 是 他官方嘛 你一定不会再进这些group 你一定这么贯仓 这些真的要收钱 喂收钱啊 大哥 如果我当你真的100万 100万 100万 就是 每年一人收500万 他生日100万 你只是12个人 一年 只是他生日 可能就 那些人货金给你花 都花12万 不是 因为你变了有些不同的 因为Fan Cup搞 你要收钱 我其实 我觉得反而 现在有他们自己搞的 感觉 更会好些 我生命力强很多 是啊 因为这些 你说 那当然 但是只有 每次 只会有官方搞的东西 一定是有问题的 是 一定是 又被人谈三谈四 但是你这些钱真的很大 是 你入歌迷会要付年费的 你出席活动 你又要付钱的 你那时候 你有没有去花祭天地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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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不止 香港 美国 台湾 日本也有 这样 这个 这个 挺有趣的 这个现象 挺有趣的 不是 我说回刚才的歌迷会 那时候 他说 为什么这些 group 要这么严谨呢 要这么严谨呢 就是因为 里面的人 全部都很有钱 那些姨姨 或者姐姐 我不知道 Anson Lo 其中一个粉丝 就是把Anson Lo 放在游艇里面 那不关事 那不关事 那是我老婆认识的 那是一间 郵輪公司 她是一间郵輪公司的老板 老婆 不是 那个老板 就不是这个 郵輪的持有者 她是那间公司的持有者 她是那间公司的持有者 那就是 那就是 仕头婆 那公司 资源老板 那些 但是 很有钱的 是啊 好像最近 譬如 那个黑人牙膏 那个广告 都是姜濤柏 他也是特意 在星期六 才出街 嗯 嗯 嗯 那这个 这个现象 先不说你喜不喜欢 那你作为一件开心事 我又没什么 是啊 我又觉得没什么 那你 就是 你问我 我觉得 是啊 是很神经的 这件事 那其实 追星这件事 就是 由来而久 真的是 真的 都是这么神经的 是啊 追星你不会理智的 是吧 你很难理智 理智地追星的 我 我就没见过有些 是追星的 嘩 你看 这个已经是叫早 是啊 你晚一点 就像七一游行等出发 那样 现在就是 但是晚一点 在这里也爆了 但是 但是我想说 以我理解的限聚令 怎样为之聚集 公同目的 不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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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一人五千你政府也挺發的 可以買多幾輛水泡車 不要說限聚令 共同目的暴動也是這樣 至少非法集結 又沒有去到暴動 但我們這樣說 如果我們越職這樣說 我就很傻 分明就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是吧 之前不是有一個在銅鑼灣對警察自問的男人 那些人去獻花你也不給了 是吧 也有看什麼599G那些 是啊 但是就好境不常了 針對著姜濤這個現象 不是的 只是針對姜濤這個現象 MIRROR的這個現象 終於有人按耐不住 那個就是十九才子 十九陶子 十九陶子 因為他不是在香港 他在英國 他跟我們一樣用那個方法做節目 他另一個香港的主持叫什麼名字 鳳之正 是吧 鳳之正 八位沖走了 那你也是找一樣東西切入的 切得有點硬 那他就 這個已經是第二天了 因為形容這個字是虛火 這個是前一天的 嘩 怎麼會這樣 這麼多字呢 這樣 嘩 你這麼多字都要看抖音 都叫你 這些字都說多 不是啊 我現在在這個做節目的狀態中 一時間處理不了太多字 你明白嗎 你也是跟剛才的剔照一起看電燈膽 好啊 那怎麼樣 都可以電燈膽 陶傑說什麼 陶傑在光明頂形容MIRROR只是虛火 沒有辦法去拯救香港的影視工業 然後就掀起這個話題 第二天大家都在吵他 罵他 這個應該是第二天來的 之後他很搞笑的 他有說用許冠傑去比喻 什麼打雀英雄傳大家都懂 就算沒聽過許冠傑的人 他都覺得很好 加傳互曉 繪隻人口 這個才是他第一天的爆發 說他沒有內涵和沒有深度 以前的演員 藝人和現在MIRROR的比較 我也有說張國榮 內涵就像張國榮一樣 要經歷那個嘻嘻嘻嘻嘻 對的 他說得對的 你沒有溫溫二十幾歲來講 其實還沒經歷 你跟我們說我們沒有內涵 我們只是一跌沒起過 你都愧對現在的年輕人 同學你這樣說 你二十三歲不挑來了 你沒有經歷過 二十三歲你跌跌 你幾歲 二十三歲 二十三歲 二十三歲都沒經歷過起電 二十三歲 二十三歲我爺爺那次打仗 我爺二十三歲不知道有多少個老婆 你還是一個柱男 你不會這樣的 他就是這樣 這樣 但是你問我 他說現在華語片 華語片和整個亞洲電影工業 基本上都有一種年齡歧視 現在香港都是 看來看去都是MIRROR MIRROR不是說不好 你可以在感情方面向他投射 但十二件這樣的東西 樣樣小鮮肉搓上一團麵粉 拉出來 我不覺得分得開誰打誰 其實今天還說這句話 還說不認得他們誰打誰 他現在說得這麼大 就是華語片 說真的 不如我先說一下 是有些人說分得開 我不覺得是 我們剛才的留言 好像我以前那樣 我分不到AKP四十八 誰打誰 甚至我DC和Marvel都分不到 我當年你草猛三個人 我都不懂得分 像你這樣說 你的誓服力沒有他DC和Marvel分不出那麼厲害 他的誓服力很厲害 所以這些是虛火來的 對不起 你可以有一種散喉 即是19年之後 自己那種一廂情願的政治感情 情感投射 19年也不是散喉 所以固住 19年不是散喉 但是MIRROR 但是MIRROR 說是救不了香港的任何工業和影視的 真是對不起 因為這一行是要真材實料 要有深度和內涵的 我不覺得黃禎有多有深度和內涵 他也沒有說黃禎拯救到 因為其實你言下之意 言下之意是只有你才能拯救到 也沒有 他有深度和內涵 你有深度和內涵 你不懂得唱歌和演戲 是不是 這個也很現實 針一針沒有兩頭來 MIRROR是沒有內涵 人家起碼懂得唱歌和跳舞 是不是 你有內涵 陶傑 你又不懂得唱歌和跳舞 其實他講這件事 現在在說華語片 我們比較收窄地講 講香港電影 其實我覺得香港電影 因為我最近經歷了一件事 不是經歷了 是談了一件事 他跟朋友 他平時 我想三十多歲 他很少看港產片 我想三十多歲就比較少看 因為他都是在港產片 最暗淡的時光出生 但是他自從有一天 他看了940、920 這部電影之後 然後他再看2月29 我說你喜歡看嗎 他說我挺喜歡男女主角 他說不如你看《幻愛》 都是他們做的 然後再跳回看《幻愛》 原來他都很好看 他沒想過港產片會這麼好看 為什麼這二十年香港電影會這樣 就是因為沒有電視 我們從九十年代開始 就像TVB一台獨大 慢慢的電視劇我們都不看 沒有電視明星 對香港電影這個行業 其實都很大影響 因為你看到什麼林朝偉、劉德華 全部都是TVB出來 因為很有親切感 在電影螢幕裡面 看到電視明星 是一件你會覺得很特別不同的事情 你看到他本身是做電視 你看到好像跳了一級 電視去電影 所以我們沒有看電影的原因 其實我們因為沒有電視明星 只有一來你看到陳漢娜那些 做電影 他怎麼下來 大家再為人熟悉一點 入屋 再為人熟悉一點 再找一些電影來看 就是因為做了電視 陳漢娜如果多拍10套G10 都沒有很多人認識 但可能拍一套IT9 就多人認識 不用主角 做配角 然後多人認識 然後人們又找回一些東西來看 可能他將來有新氣上畫 你又說不如去看看 這樣慢慢凌成一個良性的循環 我也覺得同意說得對 一個MIRROR當然救不了香港 但有100個MIRROR就救到了 對 或者我先針對一下他所說的MIRROR 什麼沒有內涵 沒有實力 那些說法 其實 你對的 陶傑 是不是真的很出色 他這12個 一般 我反而 去到今天看 就算他個別有SOLO出來了 也好 他們12個整體也好 我合格 合格 其實陶傑這個疑問 可能我三年前 兩年前也有這個疑問 我記得我之前也說過 我在一個群組裡有個朋友 問過他不明白為什麼MIRROR會這麼紅 自從有這句之後 我立刻去看《全民造星》第一集 想找個答案出來 到底為什麼MIRROR會這麼紅 他們有什麼那麼厲害 雖然看完《全民造星1》之後 知道他們各有所長 可能Ian也懂得寫歌 唱歌好聽 或者Ansono跳舞好厲害 至少知道有個大概 我覺得這個是必要的 既然你問得這句 你說質而得 MIRROR是去火 其實你說這句 某程度上 你不知道他們是何方神聖 或者你不知道他們是做過什麼 或者他們懂什麼 你是不知道 我想我是看《全民造星1》 或者是跟著 現在《全民造星4》都看過 才知道這群人是怎樣出來的 他們不會石頭跑出來的 你不是有一定的 我不要說內涵 有些技藝 你不是有這麼少的技藝 其實你根本去不到這個位 所以我覺得現在 反而是不同於以前 以前可能你怎樣可以在一個電視台蠟燭 你首先你進訓練班 或者是可能你好像欣怡那些 或者是房祖明 你認識別人 升二代 但不是 可能你透過這個《全民造星》節目 你可能要有一定的筋量 或者你有一些鎖場 才可以做到這個位 我沒有看《全民造星》 我一開始對MIRROR的印象很模糊 除了姜濤之外 我其實不是認得很多 我也是在其他地方認識MIRROR 南排女將 之後他們做一些綜藝節目 反而聽他們唱歌 其實我真的很少 因為我都覺得他們唱歌 我不喜歡那種類型 我不喜歡那種類型 所以我很少接觸唱歌 但他們可能在拍電視劇 電視劇 會越來越正面 越來越好 我覺得越來越好 我以前不知道誰是Jeremy 我認得他的樣子 但我不知道他做過什麼 但我看完現在執屋那個 高執事務 我看完之後 我喜歡了阿正 阿正好笑 我以為我不喜歡他 阿正好笑 你會開始認識Jeremy這個人 之前的節目就是Alton 開電單車 Alton也是你 最初你都不認得他 不知道是誰 我就在電視節目裡面 去認識 我反而不是用他的歌曲去認識 我在電視節目裡面 在其他方面去認識 MIRROR這12個人 嗯 嗯 你會覺得 因為在昨天 陶傑仔 在Facebook那裡出了一個Post 他出了一個Post 本來他也是繼續聊交喊 結果他很快就刪除了 是 就是這篇他刪除了 是 然後呢 他隔了幾個小時之後 我覺得其實挺有趣的 幫他趕上 趕上那些月份的名字 他聊交喊而已 其實他 反而我覺得他玩這些曲線多過癮 他被自己在包底 是啊 你一早就這樣玩曲線 我覺得是沒問題的 所以就是 你要去討論一樣 你不喜歡的東西 這也是這幾個節目 我和大家聊過這個問題 你不喜歡的東西 和他本身不好 是兩件事 你不喜歡的 但是如果 你說 我們之前也說過 其實現在的人這樣 吹捧MIRROR 其實是不理性的 那時候是不理性的 先不說是 是不是他們那個 才藝的問題 甚至乎 有些人 很狠狠地 把黃藍的區分 套在他們身上 這些全部都是 不理智的 處理方法 那當那一群受眾 都去到不理智的時候 你又用一個不理智的方法 去和他們唱反調呢 這件事就變成很 這件事 你單純 那件事就變成很狠狠 是 是 你參考一下 我們 我前幾天 就和那個人討論 那二十九個留言 你就知道什麼 叫實際的討論 怎麼想 我覺得很狠狠 其實我覺得很狠狠 就是他第一天做節目這樣罵完 結果這樣被你們吵 就算不認得就不認得了 其實也是 你追她的東西 你不聽她的東西 不看她的東西 就不認得正常 幾十歲不認得有多奇怪 我不看馬虎 我當然不認得 我當然不知道Bankman原來不是馬虎 我原來不知道有這個小潘潘的人 你不看就不知道 很正常 其實不是那個人告訴我 原來騰訊也可能搞音樂頒獎店 我真的不認得 我一個人不可能知道所有的東西 不認得就不認得 但逃節不可以這麼說 因為她才智 因為她才智 她一班都認識 還有她有些話是不對 她說話語片市場 現在是不尊重資深演員 就是捧一些小潘 其實我覺得你太久沒有看電影 她也知道 反而現在的資深演員才吃香 你看去年謝演 你不要說袁富華 你看 袁富華和林家棟 現在一部電影的主角都是林家棟 如果你看見MIRROR 有些膩 有些膩 有些肚膩 又是看到他們 看港產片 這部電影又是林家棟 就算殺出黃昏 沒有林家棟做 但他做監製 肚肚又是你粉 肚肚又是你粉 肚肚又是古天樂 可能前一兩年就肚肚黃秋生 是啊 所以反而是田影 你不會看到MIRROR的蹤影 而且始終我也是覺得 既然你都懂得說他們是這麼硬 你又要一廂情願地去認為 這十二個就是打救香港娛樂圈 我覺得這些是 你又太強人所難 但不要說他能否拯救香港樂壇 也好拯救香港影視娛樂 先不說這個 有了這班人之後 真的多了東西拍很多 對於從事製作行業的人來說 真的多了很多機會 帶動了很多東西 你看曾比特 除了這些製作之外 我看過我的訪問 他說MIRROR的出現 也打救了賣相的店 很多人都可以繼續維生 其實 娛樂圈背後的鐘樓底柱 可以說是賣相的這班人 我覺得MIRROR的出現是一個 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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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你同意說虛火 都點著了 還有是不是虛火 你過多幾年就知道 到時候再評論 你點著了就自然會慢慢燒出來 你可能會再燒往去 你都不知道的 如果你不要MIRROR 你這股虛火都沒有 是 其實 你看來看 彭浩翔 他看來看他是陳道明和葛優 哈哈 陰陽炮 他拿了陳道明和葛優這個例子 大哥 幾代之前 你可不可以舉到一些 中國新生代的演員 唉 我想不到 又真的沒有 周不祥 周迅 周迅也很久了 周迅老過你 起碼是陳道明 有 我知道 綠瀚 綠瀚 又是綠瀚 又是綠瀚 還有那個是誰 警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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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記 混蛋還是葛優 還在看